因為這些材料啊 我希望它推移下來之後 它還可以變成是有用的東西 所以會回到生活裡面 我希望他們拿回來再做 就是可以再利用 對啊 你有聽過公司舞台電文創嗎 有啦 有聽過 不曉得在幹嘛 以前我們台電公司的鼓動會紀念品 跟很多公司一樣 是向禮品廠商採購製作 到了2018年的時候 第一次嘗試由內部的人員 參與設計的方式 來製作我們鼓動會的紀念品 而且使用的原物料 是回收至我們電力系統的退役材料 當時為了這個任務 我們甚至還在新事業開發室裡面 成立了台電文創團隊 因為其實紀念品這件事情 我們沒有辦法向其他的企業 買價值很高的紀念品 但是我們可以透過公司的退役材料 把它轉換成是 台電自己獨有的一些紀念品 我們在思考這件事情的時候是 有這樣的機會 我們希望可以透過這個計畫 帶出更多的一些驚喜 邊電箱的這個素材 它是跟民眾的連結性 是會是有感的 那它有感的原因是因為 其實你在街道上面 常常都可以看得到邊電箱的存在 但是常常會不在意 然後第二個是 董事長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句話 他說他想要讓 股東們感受到 台電的心意這件事情 所以在讓 股東們感受到心意這一個的話 我們提出來的一個概念就是 更多的台電人可以投入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就選擇讓 24個區處來 一起跟我們來參與這個計畫 那想像中24個區處 它的概念就是 全台北中南東離島 有台電的地方 你需要繳電費的地方 它就會有區處的存在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收集到24個區處 偶爾入進來收集的推移材料 說老實話就是 我會覺得說 哇 又要增加工作量 超煩 我每次看到傳證 我心裡面就心頭一讚 都說 哦 總書又要作業又來了 其實 煩歸煩啊 可是這背後的idea 其實我本來就是欣賞 我覺得蠻有意思的 叔叔收到公文之後 一波波的電話打電話來罵 我們一開始會覺得這件事情是會很辛苦 但其實透過溝通 跟大家可以同心協力一起完成這個計畫 很重要一個重點是 我們有把這個計畫完整的一個概念 讓所有的單位都知道 那我們其實還蠻驚訝的一件事情是 這第一波的困難很快就消退了 我們台中七處 算場地算蠻大的 對 這一次我們本次要提供500片的那個外殼 那之外 因為我們的地點在適中 所以我們另外要提供一個地點 放其他區處運過來集中的 配電箱也好 外殼也好 所以我們要提供一個 收集材料是一個問題 但是在收集材料之前 更想要確定的是 台灣有沒有這樣的有能力的設計團隊 可以來處理這些推移材料 其實我們品牌NokNok 那人講就簡約的一個設計美感 使用的需求 生產的工法 各個面向不同的綜合起來的一個 最佳解答 變電箱它其實最珍貴的就是 它外面的這個彩繪 或者是我們說它的外觀自然呈現的一個樣貌 那我們希望把這樣的一個樣貌 可以完整的封存下來 把它變成一個精緻的商品 可以交到民眾的手裡 所以我們思考著就是說 怎麼樣用一個比較大面積的一個 生活物件產品 可以好好的來呈現 不管是上面的彩繪 或者是上面的刮痕 或者是上面張貼的一些廣告物 或者是貼紙等等的 其實我們想像到的是 一個用金屬板材去做的一個隔熱墊 是一個蠻合適 而且非常合理的一個品項 那那個一直也著重在 金屬材質的一些設計跟製造架工 第一次去現場看到這些變電箱的時候 到了可能區處那邊的一些報廢區 其實有一些狀態就已經不是那麼好 所以我們會去思考的 也就是說 那我們要用這樣的一個材料 來做成生活用品 它到底有多少的可行性跟可能性 像是有的我們會去測試旁邊可能去上色啊 或者是正面我們去加了一些噴塗的圖案 變電箱也有很多的凸子 那我們也去測試說 那凹凸隨機切下來之後有沒有可能做成熱墊 那其實很明顯的 我們可能在放鍋子啊 放一些餐具的時候 其實它就會比較不平整 其實我們在剛開始測試變電箱的時候 我們先去挑了一個彩繪的版本 試試看它是不是可以重壓 這邊很明顯可以看到 只要受力其實就都會剝落 這個就幫我們驗證說 我們只能挑選雷射切割來做工法設定 那首先先跟大家報目前我們這一次專案的狀態 那我們這邊在檢討的結果 大概就是因為上面的塗裝層我們不清楚 塗裝過幾次也不清楚 板後也不一定 電空箱要拆掉的那個過程 是最辛苦的 目前的進度其實是有點落後蠻多的 第一波的製作過程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它的速度有點跟不太上 第一個原因就是板材的數量 可能會比預期上來說會少很多 所以我們就緊急啟動了 公司內部的第二波的材料收集 但這次的第二波材料收集 它跟第一波完全不一樣 這一次的話我們必須要在兩週 兩週內去確定盤點有多少數量 然後我們的目標是1500板 當然這個第二波的話就是 就是攸關的是我們能不能準時交貨 那這時候我就想到一個一個去處問 真的不是解決方法 然後我就趕快跟內部城邦 因為它算是重大事件 然後馬上跟我們的主任 還有跟我們的副總報告這件事情 那我們副總第一時間是想到 是請求我們配色系統的王耀廷王副總 由他來互打一些指令 然後請求各單位 有門版的來就幫我們收集 在每次遇到需要協助的時候 有人出手願意幫忙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 台電的內部的同仁其實都 我覺得是很可愛啦 很可愛還有一個是 雖然他有時候會念一念是說 為什麼我們要做這些事情 但是做了之後他會覺得 其實做這個計劃還蠻有趣的 就是內部的問題如果是屬於材料問題的話 就是由台電來負責 就是板材不夠 我們就負責收集 那有餘料這件事情要收回來 我來負責 設計跟製作的話我都是交給設計團隊 然後我們是配合 過程中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身為設計師或設計單位 其實我覺得他們非常尊重設計的專業 在設計的部分其實他們是很願意讓出空間 然後放手讓設計師來執行 互動方式其實是比較像是在交朋友一樣 與其說一個業主跟一個委託的設計單位 其實我們更像是一起來做這件事情的夥伴 我們有一個共同的目標 有共同的一個價值觀 那我們就可以把心力更放在 繁複的一些工法或是設計細節上面 變電箱來講是最珍貴的還是它的彩繪的部分 最後一定要用一個透明器把它給保護住 我們還是找到在坐腳踏車 在上保護器噴塗的廠商 這一個廠商它呈現出來的透明器的質感 就是比較接近我們真正很希望去呈現 那這邊可以看到其實我們在運用台電logo的時候 前面很多的測試可能去配一些比較亮眼的 比較活力的顏色 可是後來我們想說 既然重點是變電箱本身的漆 那其實我們就用一個局部上光的這一個想法 台電的logo有點是隱身在這個圖案裡面 你在某個角度又可以很清楚地去看到台電的logo 這個樣的一個呈現就是我們最理想的一個結合的方式 像我們在去壓印的一個產地編碼標籤 那也是希望讓股民拿到的時候可以知道這塊變電箱 是從哪個縣市來的 服役了多久 退役之後 經過一兩年的設計努力 然後才能轉化到他們手上的這一個產品 最後一步它一定要有一個止滑的一個功能 框起來之後其實它有點弱化了這個變電箱 它本身圖樣的一個重要性 所以我們在變電箱上面挖了四個孔位 那我們只要把這個腳墊塞過去 這樣我們就可以做一個止滑的一個作用 那包裝的部分 既然這一個產品是一個循環再利用的一個概念 那我們也希望產品的包裝也是延續這個概念來做一個呈現 我們看到回收寶特瓶直接再製的一個不織布 那這個就等於是完全可以契合我們 循環再利用的一個主題 這一片就是台電熱電 那把變電箱拆下來 然後做成一塊一塊的杯墊或者是熱電 今天看到這個成果 感覺真的是把原來整個構想完整的呈現出來 我相信這次的紀念品會讓大家很感動 尤其是我們台電退休的同盟 希望擁有它的每一個人 不只感受到它的分量 也能夠感受到我們投注在上面的心意 並且好好的珍惜 一如我們珍惜每一份材料 都會יש得到我們 所以我們有一次的緊密liśmy 一個最終快按鈔 我們的理解 那麼快弄 我們很快看 我們很快噢